在福建和台湾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一种叫魔神仔的山野精怪,个子矮小,撞似儿童,常在山区小路向老人和小孩招手,能获人心智,使其迷路,无法回家,书方奶奶的朋友阿水就是这样失踪的,眼看好友仍旧没有下路,书方奶奶叹了口气,取步离开,买菜回来后,她照常给孙子阿伟做早饭,备便当, 阿伟草草扒了两口,就上班去了,家里又只剩她一人,就在这时,她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她顺着声音往里走去,什么都没看到不说,还不小心摔了一脚,书方奶奶看到地上的血迹后,一股寒意忽然从背后袭来,阿伟是个房产经纪人,她有个相恋了五年的女朋友怡君, 按理说,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但怡君丝毫没有要结婚的意思,为了这事,他们没少闹别扭,这天,怡君到阿伟家吃饭,平常总会催他们结婚的书方奶奶,今天的状态十分反常,口口声声说,失踪的阿水已经回来了,自己要去找她唱歌,阿伟不已有她,便随奶奶去了, 谁知她这一去就再没回来过,书方奶奶失踪的第一天,已经走失了七天的阿水婶却回来了,面对阿伟的询问,她除了面带愧疚不停的道歉,再没别的话,阿伟上班的时候忽然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看样子是阿水婶的摄像机,里面是几个老年人出去郊游的画面, 没多久,阿伟的面色就凝重起来,她看到老人们后边突兀的跟着一个小女孩,她穿着红色的裙子,面色发青,十分诡异,她心下隐隐觉得不安,想去阿水婶家还摄像机时,顺便问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阿伟找了保安坤博给自己带路,令人奇怪的是,阿水家的门虽然是开着的,可里面黑灯瞎火的一个人都没有,他们正摸索着要去开电闸,收音机里忽然传出诡异的歌声, 昆博惊恐的看着阿伟,他们在越发高抗扭曲的歌声中落荒而逃,俩大老爷们就这么活生生给吓吐了,第二天奶奶还是没有回来,于是阿伟找了昆博掉了监控,只见奶奶的走路姿势十分古怪,再往后看,竟发现有一个红衣小女孩在牵着她走路,而他们那晚上从阿水婶家跑出来时,身后也跟着那些人, 一个红衣小女孩,为了找到书房奶奶,阿伟在街上张贴寻人启示,在电台工作的怡君则播报寻人,仍旧一无所获,这天阿伟在半梦半醒间,仿佛听到了奶奶叫自己起床的声音,可醒来后什么都没有,只有小时候和奶奶温馨相处的画面,她陷入回忆中无法自拔, 空荡荡的家里,冷不丁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别提有多慎的话了,但阿伟依旧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果不其然,立马就出了事儿,可一转眼,阿伟就出现在了怡君面前,他是来接女朋友下班的,顺便邀请她到家里吃晚饭,看着阿伟脸色苍白,神情麻木,怡君不由得有些担心她, 刚到家,阿伟就坐在桌前大块朵仪起来,可他吃尽嘴的东西全是恶心的蛇虫鼠蚁,他却不自知般吃得津津有味儿,一军被吓得跑去找昆博帮忙,当他们再次赶回去时,桌上的虫子和桌前的阿伟却全然没了踪影,一山蓝缕的书方奶奶回家了,阿伟却失踪了,回来后对书方奶奶身体并无大碍,但情绪十分激动, 昆却觉得书方奶奶一定是被魔神仔拐去山上了,不然不可能会这么邪乎,晚上昆博一个人值班,他看书正看得入迷 虽然昆博不是什么专业的驱魔师,但多少也懂点门道,晓得用鞭炮就能炸开魔神仔营造的幻境,但他因为过于惊恐紧张,怎么都点不然,只能眼睁睁看着魔神仔朝自己扑过来 医生告诉书方奶奶的胃里有一种叫做红翼鬼脸天鹅的昆虫,书军回到家后立马上网查询,然后发现这种飞蛾背上的图案居然和阿水婶摄像机里红衣小女孩的脸非常相似 查完资料后,书军当晚就做了噩梦,想到失踪的男友和接连发生的怪事,他无助地哭了起来 书军把奶奶从医院接回了家,向来对不愿结婚的书军十分不满的奶奶,现在的语气却是难得的和善 说等阿伟回来就把房子留给他们,随后又哭着说,其实该带走的是我,不是你们 书军听不明白奶奶说的话,只能轻言细语地安抚着他 书军利用植物之变,公开向听众打听红翼鬼脸天鹅的栖息地,这办法很快就见了笑 一下班他就接到了回应电话,不料他刚记完地址就接到了昆博的电话 书方奶奶又失踪了,昆博神情古怪冷漠,看着像是变了一个人 但乙军无暇顾忌这些,他直觉奶奶的失踪和那种飞蛾的栖息地有关 于是把刚刚记下来的地址跟警方说了,因为放心不下失踪的阿伟和奶奶 于是乙军主动提出参与救援,他们进山没多久,就发现了不知昏迷多久的书方奶奶 奶奶被救起来的时候,似乎有些清醒了过来,一直让乙军快回去,不然他会来抓你的 乙军隐隐觉得奶奶口中的他,指的或许就是那个神秘的红衣小女孩 但阿伟一天没找到,他就一天不打退堂鼓 晚上救援队停下来休息,救援人员跟乙军说起山里流传的传说 每一棵树都有一个灵魂,如果你砍了一棵不该砍的树,山就会抓走一个人,把他的灵魂种在山上 随后他问乙军,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乙军回答说,是一个名叫王天赐的退休向导打电话告诉他的 不料其他人都当他在开玩笑 第二天救援队因为遇到了三岔路,所以分为三小队出发 乙军因为体力不支,渐渐落后小队里另外三人,很快就迷了路 乙军心急如焚的到处找人,他不明白,就这一条岔路,前面的人怎么转眼就不见了呢 不知走了多久,天很快暗了下来 就这火把的光,他竟然看到每一棵树里都长着一个人 就像昨天听到的传说一样,他惊慌失措地跑着 不料一低头,就看到自己的肚皮在翻滚,而后倒地生了一个孩子 耳边一直在回响着小女孩叫他妈妈的声音 口口声声地控诉着妈妈为什么不要她了 原来,乙军早些年度过胎,这也是他不愿意和阿伟结婚生子的原因 乙军在愧疚的情绪中难以自拔 可一转眼,他就在床上醒了过来 他记得这是阿伟给自己准备的婚房 而他也好端端站在自己跟前 虽然男友的归来让他喜极而泣 但乙军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用身上的燃烧棒打破了这个美好却虚假的幻境 回到树林后,乙军看到了一只只攀在树上的魔神仔 也看到了被困在树上的阿伟 他一边用燃烧棒驱赶着他们 一边救下了阿伟,阿伟劝他快走 他们当中是一定要留一个下来的 乙军自然不肯 可因为跑得太急 他们被脚下的树枝绊倒了 掉在地上的燃烧棒也逐渐熄灭 追上来的魔神仔眼看机会到了 立马扑过来妄图操控他的心智 乙军极力回想着自己经历过的点点滴滴 那些或烦闷或快乐的时光都是他最珍贵的回忆 他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和理智 点燃了兜里最后一根燃烧棒 就在魔神仔想再一次扑向怡君时 燃烧棒的火光点亮了山林的夜空 这些见不得光的怪物在这通天光明下 顷刻间化为了灰烬 搜救队员也很快顺着光亮的方向 找到了怡君和阿伟 他们安然无恙的回了家 和奶奶幸福的相拥在了一起 经历了这些磨难 怡君终于放下心结 跟阿伟结了婚还怀了孕 但他们越是平静幸福 底下的暗流就越是汹涌澎湃 电影的最后 怡君肚子里宝宝的脸 竟跟那红衣小女孩长得十分相像 看来这故事不会就这样轻易完结 给红衣小女孩二留了线索 也做了铺垫 电影中红衣小女孩出现的桥段 来源于1998年轰动全台湾的灵异事件 98年的3月 几名好友结伴去郊区游玩 途中还录了视频 后来队伍中一位大叔去世了 在丧礼上 朋友们就想起了那次的录像 于是想拿出来回顾一下 他生前的模样 不料他们都被视频吓到了 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陌生小女孩 竟跟在他们队伍后面走 面色铁青 容貌诡异 相当恐怖 而那天同行的人 竟然没有一个人 想得起来见过这个小女孩 视频中那个已经去世的大叔 嘴里惊现类似于獠牙的东西 于是有人猜测 这是否属于鬼魂的牙齿 保不齐那位大叔不是病死的 而是被鬼魂害死的 红衣小女孩射箭 引起了台湾当地的轰动 还被班上知名灵异节目报道 人们试图寻找过视频里的小女孩 但都是无果而终 红衣小女孩的身份 至今仍是一个谜 不得不说 这个都市灵异传说 为影片增色不少 除去结尾 魔神仔 怕燃烧棒这种奇怪的设定外 也算是一部恐怖氛围 营造的还不错的恐怖片了 不然也不会入围 第53届金马甲 最佳新导演 最佳女主角 最佳视觉效果 最佳剪辑 这四项大奖了 好了 这里是悟空闹电影 喜欢就点赞订阅一下吧